其实大家都以为 一直都以为 说是我很高 可能是说什么 可能因为有时候 之前开始 包括拍照上的 就可能觉得 我会很高 没有什么 但是我其实 我自己觉得 从我本身做起 我觉得我的身高 我没有说 说跟我的身高 比同龄人 或者比别人高 我就会需要去做什么 我也是正常的 拿我自己 当一个正常人 我也不会说是 是去拿他当一个累赘 或者当一个 很高光的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说就是 平平常常就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湾区一龙的刘川兴 这是我的故事 我是来自一个 就是中原的省会 然后来自河南 河南浦阳 是这样 因为我从小 我妈妈怀我 从我出生 从我出生 就是已经很大了 我上下来 有十斤重 十斤重 也是一直 从小就是抱着一个皮球玩 不能说叫篮球 应该是一个皮球 然后就是很多时候 但是因为在乡下 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然后后来偶然的机会 然后家里边很多人说 你这么高 为什么不去打篮球呢 为什么不往去体校发展 因为当时我家那边的话 就是体校有一个浦阳体校 然后后来也是因为 去了浦阳体校之后 然后遇到了我的启蒙教练 然后他发现了 从带队的比赛 然后去发现了我 然后去过 送到了 就是开始了 我的真正的 就是往职业方面 方面走的一条路吧 之前的兴趣爱好 可能就是在学校吧 在学校 其实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可能就是正常的 跟普通的学生一样 按部就班 然后但是真正的 真正的 走进专业这个方向的时候 还是15年年底 因为之前15年之前 有过在重庆的 一支球队去效力过 然后就是青年嘛 小那会很小 还是很小 但是真正的 真正的去接受专业训练 还是到了 大家都知道 我是从广东清训出来的 也是真正到了广东清训 清训的那个地方 才是真正的 接受了专业的训练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CBA当时也是那年我从宏远去了青岛之后 也是很感谢宏远也很感谢青岛这个平台 然后能让我去更快的适应了CBA的节奏 也给了我很多的机会 给了我很多的机会 然后宏远是培养了我 然后青岛也是培养了我 然后也是怎么说呢 就是去到这么多地方 还是觉得能够尽快的融入一个团队 然后就是怎么样能够尽快的去融入这个团队 然后才能够把自己的能力或者价值 或者能去发挥到最大吧 因为想体验一些不同的 不同的这种环境吧 因为也是你看从一开始 从宏远然后到了青岛 从青岛去了去年的球队去澳大利亚那个Brisbane 然后然后今年也是一个偶然机会 也是来到了我们的湾曲一龙 也是从之前也是一直在沟通嘛 然后也是 就是当时也是知道我们有一个就是很有名的大家都知道 戈尔教练嘛 然后他的指教的经验很包括他的团队 就是一直在在世界或者或者在就是在各个联赛 就是有非常好的成绩吧 也是想非常去体验一下体验一下不同的环境去打球吧 我们下转派的анием 还有我们下转射线 是在输中的原因 我们下转的标眼 是底刀手的 有一个是沟通的 我们下转的调一种 下转的瑕疵 有一种 真是和大区 哦 老师 我们刚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我们这支球队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吧 然后,也是不是很了解 但是,随着我们联赛的开打,比赛的深入 然后,包括每次出去逛街 就是,可能大家在这支球队 然后,随着这个比赛的循序渐进 大家因为这边的球迷 从我们来之前,就听说过这边的球迷就是 非常的热情嘛 然后,因为我去年也跟国家队来过这边打比赛 他们这边的球迷也是,因为当时也是疫情嘛 没有,没办法去进入比赛 然后,但是我们去每次比赛完之后 楼下也是会有很多球迷 但是,今年随着我们这支球队来了之后 就,随着比赛的深入 我也是慢慢慢慢感受到 每次有时候,偶尔一开始我们出去逛街 还可能知道 只是知道我们,就是我很高 这样一种概念 但是,随着后来慢慢慢慢比赛 包括到了半决赛 最大的时候是 我们打完常规赛去半决赛的时候 因为我们每次出去玩 出去玩或者出去逛街的时候 然后,每次看到我 就是不会去叫我的名字了,你知道吧 就是,会喊到我们团队的名字 先是喊Dragon 然后才会去喊到我的名字 这是我们 这是我最深刻的地方吧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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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